我們大家重點回顧一下 我們是又舉了另外一個例子 那當然這個有關相關的切斷案件 我是直接拿那個台北市的那個網路上面的開放資料 當然不是只有住宅的 其實還有蠻多的 像什麼自行車、機車、汽車 還有什麼搶奪 一堆的 反正跟治安有關係的相關數據 其實網路上都查得到 那當然如果你要很快的可以馬 就是馬上知道這個你想知道的一些相關的統計資料的話 比如說當然切斷案件越多 相對的治安當然相對也是越差 所以我想要從這個資料裡面 做一些比較視覺化的一個報表結果出來的話 那當然我們上個禮拜第一個 我們主要當然還是利用最簡單的一個工具 樞紐分析表 不過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想要產生某方面的那個報表結果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一定要先有那個欄的欄位名稱 那個欄位部分你要把它產生 那基本上我們如果想要知道說 哪一個區的切斷案件最多 或是哪一條路 那路太多了 也許我們可以前十名吧 比如哪一條路上面的住宅的切斷案件最多的話 那如果想知道相關訊息 那第一個當然我會需要產生兩個欄位 一個是區 一個是哪一條路 路的話當然還有分接跟到 所以我們也許兩個欄位就路接到 那當然我們如果要讓它產生這個結果的話 方法很多 上禮拜有提過 要不就是說呢 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用公式的方式 比如說區比較簡單 區的話呢 可以用什麼密的 直接就是因為剛好是三個字嘛 OK 從第四個字開始取三個字 那就可以得到這個哪一區 因為還好是區都三個字 但是路接到的邏輯就比較複雜了 你會發現哇 這麼長的串 那這個路接到的邏輯 其實也是利用之前的那個find加mit加ifl 只是說它的複雜度更高了 然後裡面的話當然我們的邏輯是這樣 如果前面有 當然就是前面有區跟裡還有靈 當然這個地詞裡面它沒有統一 變成有的有區 有區一定是會有啦 那有的有裡 有的還有靈 那如果說呢 我要取得是哪一條街或哪一條路的話 那當然我就先找一下有沒有裡 像這個沒有靈 如果沒有靈的話就找裡 裡的下一個字啦 一直到它看有沒有路還是切 如果沒有路就找切 就像這個有切 如果沒有切就找到 有沒有 那我們就是有頭有尾 基本上都是利用那個find函數啦 那像這一招 基本上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可能喔 就是用突發煉鋼的方式啦 那突發煉鋼當然不是好方法 所以我們其實是先去找前面的資料 比如說裡或者的位置 然後下一個字 從這個1開始 再取得什麼 取得到路或接或到 然後把中間的資料呢 取得之後呢 放到這裡來 OK 所以我們其實上禮拜有提過啦 細節部分喔 我想請各位自己再複習一下 那大概 雖然很複雜 可是我們盡量把它 做一個 邏輯簡單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這個find有沒有 find0啊 然後複製完之後 就里跟曲一樣 那最後的話呢 做完之後呢 其實後面的那個 路接到邏輯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我是用貼的機會還蠻高的 但問題喔 即便是已經算是把這個邏輯簡單了 但是還是相當複雜 OK喔 那可是如果說 我今天不用Excel的函數 有沒有什麼其他方法呢 當然我們就可以把它轉換成VBA 所以 上個禮拜 第一個喔 就是先把這個公式完成 細節部分的話 在上個禮拜的影片裡面也有啦 所以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上禮拜這部分的影片喔 連結這個點進來 當然我是把它放在這邊的邏輯 這邊 這兩個啦 那 那 再來的話其他還有什麼呢 後面就是輸出公式 OK喔 那最終最下面一列 OK 我想要知道這個最下面一列怎麼追蹤 上禮拜有提到 再來的話呢 當然 如果你今天是用什麼呢 直接用公式輸出比較蠻簡單 因為我是輸出這一欄 從這個 這個 第幾列 到最下面一列 Ctrl向下 3127 那輸出到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其實有沒有 還記得吧 4i等於 第二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Enter兩下打個NAS 然後呢 輸出到Sales的ID的F欄 OK喔 然後等於什麼呢 就把這個公式貼到後面 雙引號裡面 規則上我講過啦 第一個就是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要把它改成兩個 一個變兩個 所以你用取代的 第二個的話 裡面有2 這個g2有沒有 g2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g的串一個i 那個i不是說直接把2改i 而是把i串在這個當中 所以之前有講過一個規則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有沒有 然後你這個地方其實也可以用取代的 所以雙引號可以取代 g2也可以取代 那做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結果 我先清除好了 有沒有 清除 然後呢輸出公式 OK 這邊就完成了 清除 但是它這個有個缺點 第一個你會發現 哇光清除吧 有沒有 也是蠻慢的 這個輸出的話呢 也是會比較慢一點點 另外的話呢 因為公式非常冗長 所以如果每個儲存格本來只要萬寧接 三個字 但是你實際上喔 如果用丟公式到儲存格的話 它的缺點就是什麼 它的那個 將來存檔會變得膨脹蠻多的 為什麼 因為公式太長了 所以我講過啦 如果你希望喔 第一個有效率一點 第二個的話呢 儲存的空間不要佔太多的話 那當然你就有必要什麼 把它轉成下面這個 就是不是輸出公式喔 像這個是輸出公式有沒有 欸 那但是我前面講過 這個實際上就是全部用VBA寫的 OK 那只是說呢 要把公式轉換成純VBA的話 那你必須喔 要會幾個部分的轉變 比如說第一個 fine的部分有沒有 你記得就是要把 Excel裡面的函數的fine 的邏輯喔 有沒有 轉成VBA的那個函數 因為Excel裡面的函數 跟VBA的函數是不同的 所以我前面講 好像就是用那個 我們有用到instreet的那個函數嘛 然後mid是一樣的 另外的話呢 那個什麼ifl這個啊 我們是利用邏輯去轉的 而且喔 如果你的邏輯喔 像這邊有什麼零理區嘛 那變成是多重邏輯判斷 所以變成說 你要用那個VBA裡面的 多重邏輯判斷 OK 所以我們上禮拜有講到這一段有沒有 如果喔 假如你對這一部分呢 假如 還是不是那麼熟悉喔 我是建議可以把它多看個幾遍 為什麼 因為 這裡的那個用 將來 無論你在工作上任何地方 只要用 會用到VBA的話 基本上喔 都會有類似的寫法 因為你處理事情的話 第一個啦 一定是有很大的一個範圍 所以一定會需要回圈 第二個這個範圍裡面 你要處理什麼事情 那一定是處理 你要判斷什麼樣的結果 並且把你要的資料取出來嘛 不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資料取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切 所以我印象中喔 分析下來 不外乎就是分 不外就合 有沒有 像我們這個是把 這個資料裡面的某個資料分出來 有沒有 分出來 這個分到這邊來 這個分到 這個是資料的分嘛 那在前面那個手機那個是合 有沒有 我們是把 兩個 那個欄位有沒有 裡面的資料 合併在一個欄位裡面 所以其實看來看去 好像都是資料的分分合合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這些OK的話 那基本上以後 你要處理任何資料 就相對的簡單很多 你要處理報表 很快一鍵按下去 你的報表呢 就自動完成了 哇 當然會是蠻有成就感的一鍵 所以喔 後面我有講到就是說 這個怎麼轉到這邊來 那各位有沒有印象 那如果忘了差不多的話 雲端上有答案 你們可以再參考 那影片的話可以再把細節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呢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你要寫 一樣是回圈 差別只是說呢 我要在這一個判斷切割之前 那我要怎麼樣呢 要得到A跟B嘛 那A的部分的話 那我就可以用外面包一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裡面的話 如果你是多重喔 記得開頭一定是if 結尾一定是endif 有沒有 那不一樣的部分就是說呢 如果你第二個if的話 你前面要加一個else 所以你其實我下面這個部分喔 其實拿上面複製下來 拿貼上來 前面加一個else 然後只是把0改成0而已啊 有沒有 然後呢這個貼過來之後 再把這個複製貼到底下 把什麼啦 把底改成區啊 那endif就OK了 有沒有 其實看起來好像城市蠻多的啦 但是實際上都是 一層一層一個一個的 把它做貼過來修改而已 那底下這個跟下面這個呢 有什麼差別 其實我是把上面這一段有沒有 把它複製貼下來 把0里區改成什麼 入接到 就好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一模一樣有沒有 所以喔 看起來城市還蠻多的啦 可是實際上 很多地方都是不斷的重複啦 那不一樣 就是一樣 它另外外面這個for圍圈 其實fornet 其實跟前面的那個也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其實 大概增加的東西並不多啦 主要是說你要熟悉這個區塊 到底這個區塊將來 如果你假設 你要自己拿來應用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所以這個部分 上個禮拜講到這個 這個城市 那如果 假如你對這段還不太熟的話 回去可以 再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 這個雲端白板 一樣我們是在第一個單元裡面的 這個一 不是 底下這邊 就會有個台北市的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可以把它打開 程式在上面 當然你可以自己再拿來參考 試試看 最好是 可以回去之後 自己重新下載 從頭再寫過 如果你也可以做出來 跟我現在看到的一模一樣 整於四個按鈕的話 那表示OK 你會發現最後這兩個按鈕跟上面這兩個 其實做出來結果是一樣的 差別是在哪裡 你會發現喔 效率上會差 清除的話有沒有 我們可以用Range 你會發現 按一下 不到一秒鐘 全部清空了 但是如果你用儲存格清的話 它一個一個慢慢清 另外這個是輸出公式 這個是輸出結果 你會發現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 這個裡面就是 三個字萬寧接 四個字中校東 不會像之前是一堆公式 第一個當然 資金效率會比較快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存在Excel裡面的資料 也會比較少 當然呢 比較困難的部分就是說 你可能還是要懂得 去把剛剛講的這個裡面的程式 把它做斷寫 就這一段 這個程式雲端上也有啦 你們也可以很容易的 在雲端上找得到啦 剛開始也許沒有那麼熟悉啦 不過沒關係 一樣畫葫蘆總會吧 看起來好像程式很多啦 但是說真的 真的 我看 我自己是覺得平常寫的真的 比較少 反正複製的很多啦 有沒有一個一個複製 但是你要懂得哪邊 再複製到哪邊 只要把結構是做正確的話 執行出來了 其實我覺得大體上也不會太多 就怕說你每個地方 就是只要有一個小地方做錯 那就一定錯了 所以盡量啦 寧可慢一點沒關係 就是不要犯錯 OK 所以你只要能夠程式寫到沒有錯 不要犯錯 那基本上就OK啦 能夠做到不犯錯 第一個要慢 慢一點沒關係 第二個的話 是真的每一行程式都要是知道的喔 你不要用好像混的 就是好像知道 那以後呢 會出問題的 大概就是那個你以為你知道的部分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好像都以為知道 但實際上根本不太懂 我應該對我解釋啦 如果說我解釋不夠清楚的話 沒關係你可以再發問 或者是說呢 你覺得聽不太懂也沒關係 因為有些東西我會覺得說很簡單 我就這樣略過 但是對你們來說好像 這老師你講得太 沒辦法理解 沒關係你可以再問 就怕說你們好像就是用跳的 說真的程式沒幾行 但是每一行都很重要啦 差一個都不行 那也就以後你只要不要寫錯 任何一個地方 說真的啦 寫VBA我覺得感覺比寫 以前有的公式好像更 也沒有難到哪邊啊 那另外的話 如果你會用你也回不去了 因為現在太好用了 OK齁 那再來的話就是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同樣也可以把它變VBA 只是說你要錄製聚集再來修改 那只是說怎麼樣錄製 錄製應該OK 只是說修改哪些地方才是重點 OK 其實因為我上禮拜講 實在是複雜度還蠻高 而且你們目前功力還不知道那裡 所以先跟你們講 那麼複雜的東西 你們可能會招架不住啦 所以這個也許 將來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談 好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 那個有關邏輯判斷 因為上個禮拜 這個地方已經做很複雜的邏輯了 所以這一段有沒有 它等於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範本 那今天呢接下來請各位再幫我開啟那個 範例檔案裡面的 這個我們的那個範例檔裡面的 所以那個範例檔裡面的 邏輯函數這個範例 那邏輯的話其實 主要呢 你先幫我切到那個衣服好了 衣服 那主要是什麼 主要也是做邏輯判斷 不過當然我們判斷不是說只有 Tru跟Force那麼簡單 那我們會把它做一個改變 像剛剛那個多重的部分 像這邊的話呢 有沒有合格 怎麼判斷 當然最簡單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吧 就是用那個if if裡面 或者是邏輯裡面的if 然後判斷什麼 如果這個成績 假設是大於等於60分的話 那表示說呢 它是合格的 反思不合格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給它 合格 不合格 那像下填滿 當然就可以把它全部 但如果說我今天不要這麼簡單 我是希望什麼 多一個什麼 多重好了 假設說呢 80分到100分 A 然後70分到79分 是B 60到69 C 然後呢 不及格就D的話 那我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當然 等一下自己再加一個 如果用函數來做 當然 你變成說你要if 裡面再加if 所以呢 這邊會變成潮狀的if 有沒有 那這個該怎麼下條件 如果這個成績 假設是大於等於80分的話 那我就輸出A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剩下來的話 會有B 有C 有D 所以怎麼辦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再把那個if 再打上去 不過我是習慣這樣的一個方法 就把游標放這邊 因為它多重 我再到前面的下拉清單 有沒有 再按一下一個if 它會幫我把這個if 再加到這裡面來 等於是潮狀的 OK 所以再點一下 有沒有 它就出來了 再把這個b的部分 再敘述一下 有沒有 它會在這個if裡面 再加一個這個if 這個大於等於70分的話 跟這樣 應該是80 有沒有 70 大於等於70 那因為到80 上面已經有A了 所以A變成說 已經扣掉80分以上 剩下70到79 那就是b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就b了 那再來剩下什麼 C跟D嘛 OK 那怎麼辦 一下嘛 你再按一下這個箭頭 if 有沒有 他又在這裡面再加一個f 有沒有 然後剩下就是 70分已經都去掉了 那就大於等於60 那就是c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d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做出什麼 多重的 有沒有 只是說呢 你當然也可以在這邊 自己打這個公式 不過你說真的 自己一次打 全部都能夠正確的 哇 那真的是 不太容易啦 那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試看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出現了 那當然呢 我們待會一樣 會需要把這個 多重部分改成VBA 那旁邊自己寫一下 OK 那請各位 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 可能還是建議各位回去再把它 花一點時間複習啦 那我們後面的課程都會跟前面有關聯繫 所以如果你前面的課程 實在是我剛剛講的 你實在是還是不熟練 或者還是不太懂 真的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像程式要學好 第一個 一定要非常的細心 第二個的話呢 一定要非常的熟練 所以啦 如果以後你想要把VBA 能夠真的 很 怎麼樣 用在你的工作上 沒有障礙的話 恐怕就是要注意這兩項 你是不是夠細心 沒有 你把可能會出錯的地方抓出來 以後不要犯錯 那將來你程式不會寫錯了 第二個就是熟練 那這個熟練就沒辦法說 你短時間就可以速成 那怎麼樣可以熟練 其實我覺得還是花點時間常用吧 OK 如果你願意 工作上用Excel的機會也蠻大的 那如果說你工作上有開Excel的時候 你知道工作上有用到 你不如就乾脆把上課 講到的通通用上 試試看吧 反正你上班如果剛好用到 那是最好的 因為之前有同學 剛好上班都在用Excel 所以他上班都在練習VBA 所以這個得到的結果 他大概一段時間 我看他一兩個月三個月 就把那個VBA練到非常非常純熟了 而且他把他工作所有的事情 都一鍵完成了 以前要突發 以前要下很多公事的 後來幾乎都不用了 一個按鍵按下去 啪啪啪 全部事情都搞定了 當然相對的 他馬上就感覺工作非常的 這個有成就感 第二個的話 上班突然變得非常的愜意 因為根本不用加班 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OK 其實可以的話 當然就是多花一點時間 做多練習 有問題當然也盡可能提出來 因為你們的問題 大部分好像也之前有同學 有問到的 我就會在那個 程式說明的時候順便補充 那如果你實在還是有問題 沒關係你可以再把它提出來了 OK 試試看 先把那個邏輯函數部分 你的程式這邊打開 好嗎 OK